世事无常 我们会遇到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 因而会产生很多烦恼困惑 庄子有言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过细忽然而已 是啊 人生短暂 若把自己的大好时光 都浪费在烦恼上 岂不是亏了 人生不必纠结 遇事不问缘由 既来之既安之 聪明的人 心头往往无忧无拒 自然无事一身轻 聚散不问缘由 只要曾经拥有 俗语常说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是啊 人活一世 总有些事 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总有些人 是我们无法挽留的 就像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 既真实又扎心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以前 有位四处游历的僧人 一生遇见的人 数不胜数 他曾遇见过一位青年 两人一见如故 相聊甚欢 于是青年拜他为师 随他在外云游 青年很享受 如今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 只要一想到 以后要和僧人分开 就忍不住感伤 僧人见他如此悲观 与众心肠的安慰青年道 你我相聚已有三年之久 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 就算以后分开 也不必为此遗憾 很多时候 看清不如看清 看透不如看淡 别忘了 你越在意什么 什么就越折磨你 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你要问我原因 我和你说 没有原因 只因人在风中 聚散都不由你 人生路上 陪伴一程 亦好过错过一世 不管怎么样 相聚时 用心相惜 不负这来自不易的缘分 如此 待缘分走到尽头时 亦能笑看别离 不留遗憾便好 人生苦短 往后的日子 且行且珍惜 朋友不问出身 只看真不真 这世间 人来人往 相遇无数 有的人 匆匆一眼 再无相见 有的人 擦肩而过 成为过客 有的人 大张旗鼓 虚勤假意 有的人 默默付出 诚心诚意 有的人 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感动 有的人 让我们体会到人心的险恶 以前总以为 结识的人越多越好 可经历多了 渐渐才明白 交朋友 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看人 要看品 交友 靠真心 只有真心实意 品行端正的人 才值得我们交心 而那些虚勤假意的人 出身再好 也要静而远之 朋友不问出身 只问真不真 想起一个小故事 有位商人 和他的富商朋友们 一起出海游玩 不料商人没站稳 摔落水中 商人慌忙呼救 他的富商朋友们 都一脸担忧的模样 但却没有一个人 有任何营救的行动 唯有船上的一位服务员 二话不说 跳入水里 将商人救起 俗话说 天寒之冷 落难食人 摔倒了 才知道谁会扶你 下雨了 才知道谁会为你撑伞 三毛说过 朋友最贵在于雪中送炭 不必对方开口 并积极自动相助 对此深以为然 这世间真真假假 虚勤假意的交情处处有 真心实意的朋友 可遇不可求 朋友千千万万 不如真心好友一人 遇事不问对错 只求问心无愧 大千世界 人有千万种 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众口难调 很多时候 无论我们怎么做 也无法让所有人满意 有句话说 你不是人民币 没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的确如此 但其实 我们也无需在意别人的议论和眼光 委屈自己 去迎合别人的喜欢 只管问心无愧 堂堂正正走自己的路 坦坦荡荡 做自己的事 宋朝时期 有个宰相叫吕蒙正 也曾因为出身不好 很多人因此而看不起他 他刚上任时 总被人说三道四 有一次 有人故意指着他 冷嘲热讽 现在当官的门槛 正是越来越低了 就连这样的人 也能当此要职 这话正好被吕蒙正听到了 他什么也没说 静止从他们身边越了过去 吕蒙正身边的随从听了 很不服气 为吕蒙正感到不平 正想上前查明说此话的是谁 却被吕蒙正制止了 吕蒙正说 他说任他说 我又没有什么损失 自己问心无愧 就无需介怀 是啊 公道自在人心 既然自己问心无愧 又何必在意旁人的言论呢 嘴长在别人身上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无关紧要 亲者自亲 与其去在意那么多有的没的 不如坦然做好自己 正所谓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很多烦恼 都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 事事都要计较个所以然 问个明明白白 才会让自己活得很累 人生匆匆 烦恼三千 不如淡然一笑 好也好 坏也罢 终会过去 清几浮云 想开变晴天 愿你余生 该放的放 别纠结 放宽心 看淡亦身轻 心头无闲事 做个自在人 作曲 李宗盛 草原上的风 明朗的夜空 牛羊在湖边 游荡着 连在肩头落 满眼的绿色 拥抱着心中 最初的辽阔 分放 微笑的木人啊 青草耳伴构火 在耳边的轻声 帮我走过四方 如清熬的茶 怀抱里的花 温暖着我右边 海角天涯 父亲的军马 坚定的沉默 让我永远不停下 父亲熬的茶 怀抱里的花 温暖着我右边 海角天涯 父亲的军马 坚定的沉默 让我永远不停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